過去比較沒有拍這樣子 活潑比較動感的 那這一次其實就比較多 過去比較沒有擺過的支持 國民調台北上參選人蔣萬安 一改過去嚴肅形象 拍攝全新系列形象照 搶先綠白衝刺選情 炮火當然也要繼續加溫鎖定 一開始 荒腔走板 你至少把他堅持到最後一刻 你連這樣都不願意守住 只為了選舉或政治考量 就是說要離開港 希望政府要維持行政中立 以及行政資源包括預算 不應該被特定人士來使用 左大陳時中防疫不利 又轟黃珊珊行政不中立 但曾說過一旦黃珊珊 難獲20%的支持度 民進黨有望勝出的前市長郝龍斌 竟比蔣萬安還關心北市選情 陳時中現在18% 因為疫情的關係暫時的 可是只要他就定位被提命以後 保守估計35%一定有 陳時中有中央執政的優勢 黃珊有地方執政的優勢 對於蔣萬安來講 這是比較不利的一點 他也是要激起 我們執責的一個危機感 後來也有 的確跟郝市長通電話 也把我的想法跟他說 他有打算閉嘴嗎 很多時候我們就直接溝通 講清楚 那未來在選戰的過程 我們盡量都是步調一致 講萬安要走自己的路 就怕干擾多打亂了選舉節奏 倒是會不會以武黨參選的黃珊珊 看似人舉棋不定 年底北市撒卡都現在就等陳時中 黃珊珊正式宣布後 北市這仗誰輸誰贏 還很難說 靜西尾謝前吳俊偉採訪報導